特异后的拖地频繁行走于世界各地 竞技场外的他很随性也很幽默 言谈话语间带着帅真 来到中国后他会主动学习中文的问候语 也会真诚地吐露心声 与球场上那个刚毅的他反差很大 其实拖地早就考取了教练执照 不过现在看起来与当教练相比 他似乎更享受随性的生活 在这个时候我并不想变成竞技术 我并不想变成竞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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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曾经的蒸容岁月 怎么可能被他轻易抹去呢 是 非常 如果我并不想变成竞技术 我并不想变成竞技术 直到四十岁 托地才做出退役决定 他还有很多不舍 那些永远不会被时光遗忘的进球 那些已写入罗马城历史的荣耀篇章 直到今天都在燃烧着托地和每一位罗马球迷 00到01赛季联赛最后一轮 罗马3比1战胜帕尔玛 时隔18年再次问鼎一甲联赛冠军 比赛还未结束 球迷已经冲入球场庆祝 他们试图带走现场的一切留作纪念 不惜扒走球员身上的球衣 这一天是6月17日 罗马奥林匹克球场的疯狂令人震撼 直到今天仍让每一位罗马球迷尽意犹心 这一天是一个特别的一天 是一旦不同的一旦,一旦每天都想到的一旦, 幸好是一旦,是一旦的一旦, 五旦,十旦的一旦, 是一旦的一旦, 而是一旦的一旦的一旦, 而是一旦的一旦的一旦, 而是一旦的一旦, 对于罗马球迷和托地来说, 他们彼此都是对方的珍藏, 他们已用实际行动捍卫了这份珍藏, 一人一成的故事在现代足球世界里, 越来越像传说, 但他在托地的世界里是真实的, 这是托地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选择, 他选择了一生一对。 我设计的一旦的一旦, 因为我一直有拘秀的一旦, 我一直在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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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尽量尽了一旦, 因为我会认识到一旦的一旦, 因为我比对富人的一旦, 我比对他们一旦, 我都很相似的,我都很相似的,所以我被我最重要的选择, 我最重要的选择,我都很相似的,我最重要的选择, 我最重要的是,如果我曾在其他地方,就像阿玛琛, 我会很重要的,但是我不是现在的, 在拖地心中 他已经赢得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胜利 那就是只为自己支持的球队效力 这让他成为了罗马球迷心中的唯一 也让忠诚成为了这个时代里 最珍贵 最难以捍卫的品质 作为这种选择是唯一的 不过这种选择 我认为了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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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过一种选择 但不过一种选择 因为这种选择 在罗马俱乐部 还有一位与拖地一样的忠诚卫士 他与拖地并肩战斗了16年 这就是现任罗马主帅德罗西 自今年1月 德罗西上任后 罗马队的成绩已经从了续约合同 更得到了拖地的力挺 我认为了一种选择 我认为了一种选择 而现任意大利国家队主帅斯帕莱蒂 也与拖地共事多年 他曾两度执教罗马 去年8月 他接替曼奇尼拿起了国家队的叫鞭 成功带领意大利队晋级欧洲杯正赛 在拖地看来 除了实力 一支球队在大赛中的发挥至关重要 他伴随意大利国家队 在2006年世界杯上登顶 并不能证明这是最好的一支意大利国家队 而近年来 意大利连续两次无缘世界杯 也并不能说明这支国家队实力不济 在这里不过 中原来是一支以二一支大利国家队 通过去年8月以终于2次 都能看见一支二一支最高 互相当得好 以为战利国家队主席的决定 然后有个美国家队主席的决定 就像一个比较多一支 也认为战利国家队主席的决定 但是在一些迅译度的决定 无论是2006年世界杯的冠军支队 还是2020欧洲杯的冠军支队 意大利始终以坚固的防守 享誉世界组坛 在托蒂同时代理 三位世界顶级后卫 马尔蒂尼 卡纳瓦罗和内斯塔 进显意大利足球的防守之美 谁是托蒂心中的最佳后卫呢 马尔蒂尼和托蒂一样 把他的深情和守候 献给了同一支球队 对于很多意大利球迷来说 马尔蒂尼和托蒂所拥有的时代 也正是一尊拂面 众星并行 情之所至 心之所终 他们已退出骄傲地说 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胜利 就是守候一支球队时 他已经成为了无数人 心中的唯一